假日診間不多 診所內一排座滿沒位子 外面還佔好幾個 營業一小時 已經看超過二十人 光一般患者就這麼多 更不用說三月二十號起 確診免隔離 染疫個案也會來這掛號排隊 診所空間就這麼大 無法執行動線分流 醫師分析 目前每週至少看五十名確診個案 取消視訊後 等於這五十人都可能湧入診所 診所可能會特別危險 就比如說我們只是小感冒 那我們可能來就會碰到確診人 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以後應該就是個趨勢了 就是不管如何 他都是一定會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也不曉得有沒有人有 所以我覺得自己顧好自己就可以了 看視訊病患的人 其實比較花多一點的時間 可能甚至會到接近兩倍的時間 那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比較輕鬆 你如果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染病的同時 集中在一個醫療院所 其實診所裡面的那個病毒 那個密度其實會高 非常的多 擔心診所內群聚讓感染擴大 專家呼籲至少給一個月緩衝期 先觀察一下 不過指揮中心態度堅決 視訊服務確定取消 一般輕症個案回歸常規 統一採實體看診 只能多宣導 就一時主動告知 自己染疫了 三立新聞李文山登家宣 他被報導 熊博視 熊博視